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怎麼用點擊燈泡來控制我們LED燈 那您看到右上角這裡 我們現在右手邊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叫網頁互動測試 對不對 這個就是誰的功能 就是這個燒杯 所以平常它燒杯沒有開 那你按一下 按一下 燒杯就打開了 它有 多種的互動的方法 就在這邊 您這個按鈕可以按 不過老師你留意一下 如果您程式已經執行了 我們 如果你按了右上角這個 程式執行了 這裡就不能動 好所以您要先停止一下 把你的程式先停止 這邊才可以動 它裡面呢有很多的互動方法 好互動方法包括你像現在影像追蹤就是您剛剛看到那個demo裡面 不是有追蹤人臉或顏色的辨識有沒有 就是這一塊 好那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這樣子點擊燈泡啦還有 按鈕行為啦還有遙控器 遙控器我最常用 因為它的功能最多 就跟我們平常的遙控器一樣 有很多顆 你就可以指定很多功能來用 好 所以你這個要打開 那 這個地方呢 也要留意一下 你今天用了什麼樣的 互動方法 好用了什麼樣的 互動方法 記得 您看左下角 這裡 左下角這邊 有沒有發現 它也會有一個相對應的積木跑出來 這裡也是跟模擬器不一樣的地方喔 模擬器的話呢 你如果用這個 這個區塊 它也有 模擬器有這個功能 可是呢你用這個區塊的時候 它是全部都列出來 有沒有這在模擬器是不是全部列出來 但是正式的使用的時候 它為了避免你混淆 所以呢你用哪一個 它就只顯示那一個 你今天燒杯沒有開 它連顯示都不顯示 有沒有發現 對我燒杯打開了 它那邊才會有 好那邊才會有 這個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講到奇怪為什麼 我的沒有 就是因為你燒杯沒有開 好這留意一下 好 那 現在呢 因為我剛是直接用線程了嘛 那麼你看一下 如果說我想要 點這個燈泡 就讓你的LG燈就真的亮 那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先執行一下看會不會成功 好不好 你先執行一下 好 執行 那你來看看 你們家的 現在就不是你執行的就會亮 而是要你按一下 有沒有它才亮 按一下 是不是就關 按一下 又開 對不對 這樣有成功嗎 有啦 那到底它做哪兩件事情 我點了這個燈泡 做兩件事 第一個 把這個圖片是換成亮的 因為它是一個圖片啊 對不對 換成亮的那一張 第二個 是不是要把真正LG燈把它點亮 所以它做了兩件事情 您看一下 我們點擊燈泡這個機目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點擊燈泡之形 好 那按了它之後呢 做了哪件事情 在這裡 燈泡的狀態切換 這個燈泡狀態切換就是我們 互動控制裡面的這個 也就是 亮的就變暗的 按的就變亮的 這是圖片的切換喔 第二個 LED燈有沒有換 有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找 發光元件 LED燈 你看它的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也有一個叫狀態切換 所以LED燈那邊也可以去控制 這樣 老師有了解了 所以 你要控制它 像我們剛剛這種情形 我除了換這個圖片 事實上真正可以把LED燈打開 就是分兩個動作完成 那至於說誰先執行 這邊是沒有什麼執行 順序上的 前後問題 就都一樣 這樣老師有沒有感覺的 有感覺的時候手機拿出來 手機拿出來真的啊 因為你要按QR Code啦 按下去 不是掃描我的 是掃描你的 你不能一直想控制我的嘛 你要控制你的 你掃一下 你就可以控制你們家的 你會發現 在各位的手機上面會出現哪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網頁互動區 我們網頁上的互動區就是 會負責顯示在網頁上的 老師這樣都體驗過了之後 你先試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你現在用手機掃描過對不對 你先看看你電腦上能不能控制 老師體驗一下 你把那QR Code可以關掉 如果你剛剛有用 手機掃描過 你現在再來點 請問會不會亮 你有沒有發現 不會亮了 但是你用手機再點看看 它會不會亮 會亮喔 知道為什麼嗎 對 亮不亮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Webduno 預設 一台 就是一個人 或者應該這樣講 一個裝置只能有一個連線 進來控制 那你今天要多個人 連線控制怎麼辦 請到這邊 來看一下 記得 層次要先停止喔 因為我要改變層次嘛 所以你先把層次先停止 來你看一下 我們開發版的這個機目 我先把這邊收起來 老師有沒有看到後面 有所謂的串聯跟協同控制 那串聯 老實應該知道 就是我們那個電池有沒有 這個 不是我們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串聯是多個裝置連在一起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裝置 我們要的是 你不要忘記了 你的手機是一個裝置 電腦是不是另外一個裝置 是不是要兩個以上的裝置要控制它 所以這個叫協同控制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我要多個裝置一起控制 請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勾起來之後呢 一樣 執行 重新產生QR Code喔 因為每次產生QR Code都不一樣喔 而且你層次變了嘛 你現在重新掃描一次 這個時候 你手機可以控制 電腦也可以控制 你先試看看 我這邊 我用我後面那一台 我準備 你們剛控制小的嘛 這個是經過插座的 好這用插座的 我來控制它喔 你看 那因為我這個是 馬克一號 所以我來改變一下 我先停止 好先停止 我把它改成馬克一號 也是透過這個 OK 我先確認一下 我們家的裝置 有沒有在線上 有有沒有變綠燈了 好 那我這邊 我先不勾協同控制 可以 好我先不勾協同控制喔 那 這裡 不過 不勾反正 大家等一下點進來搞不清楚 反正每個都按嘛 我先勾好了啦 先勾 那 那我的腳位不是接在02 我是接在10 OK 那一樣的 我執行一下 來 老師掃描QR Code看看 好 等我一下喔 OK 這樣 有沒有 有人在控制啊 對不對 反正你搞不清楚誰在控制啊 因為現在協同控制嘛 哈哈哈 那我跟老師講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只有 就是沒有勾協同控制 最後誰可以取得控制權 最後那個進來 先進來的 先取得嘛 沒有錯 但是後來進來的 是不是他就取得控制權 所以最後進來會取得控制權 所以這個就是他 網站上有賣的那個叫智慧插座啦 事實上這個就跟我們一般的插座一樣 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氣墊器 所以老師聽到一個聲音對不對 叮叮叮 有沒有 那個就是那個氣墊器的那個聲音切換 也就是說 由這個板子 去決定 要不要供電給這個 所以你用電燈 你用 其他的電器設備 可不可以 都可以 就是說你只要先設定好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這就真正的控制 所以 像 我們剛剛給老師看那個 智慧指在那個 其實 就是一樣的道理 我只是利用 這個 去控制那個噴水的電源要開或關 這樣老師了解概念了齁 所以你這樣玩一下就比較有感覺了 以後自己改裝一下 所以不是只能控制小小的燈 意思是一樣的 老師 是 是